朱立倫身為國民黨黨主席 我就問你不跟蔡總統見 他是當了8年的國家領導人的人 你跟蔡總統見完以後 才有可能之後跟賴清德見嗎 我20年前在立法院當助理的時候 那個時候立法院最出名的特色就是打架 20年後只是從男生打架變成女生打架 抱來抱去 拉頭髮什麼尖叫什麼的 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最新民調 我的滿意度已經超過5成了 凡事都是比較起 立法院裡面有很多的民進黨籍的立委 他們不是在監督官員 而是在護航官員 4年前的現在韓國瑜剛剛落選 準備要被罷免 誰有想到他在政壇還可以 鹹魚翻身 國瑜還可以翻面 他射出三件 第一件到立法院總務處 第二個提出了一個國道6號跟環台高鐵 最後一個就是質詢最後被取消 其實不是韓國瑜當院長當得多好 而是你民進黨的表現太浪殘 才凸顯韓國瑜的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鄉民大學問 我就是民調滿意度超過5成的韓國瑜 這個我相信最近大家看到新聞 立法院上個禮拜五爆發這個總質詢之亂 我依序 我擔任這個院長 我就依序倡名登記發言的立委 結果立委全部不在場 院會因而開天窗 然後就宣布休息 我為了這樣還召開了非正式的協商 那麼民進黨總召柯建民說 這個民進黨主張要尊重立法委員的質詢權 但是國民黨有不同意見 不過這次非正式的協商所謂適緩則緣 下次正式的朝野協商的時候 發協商的通知全程直播 之後再談 但是國民黨立委堅持要道歉才行 民眾黨黃珊珊說 維護委員的權益 但是尊重院長的才識 所以說還是尊重我吧 但事件落幕之後立法院總質詢 不少藍綠立委都因而提前 而且準時進入議場 這是功德一見嘛 對不對 要不然大家都淋淋閃閃的 質詢沒有效率嘛 是不是 不過這件事情也有一個美食意外爆紅 就是水煎包 因為民進黨委員說我接待外賓 其實我不是 我是在院內待命吃水煎包 是不是 28元一顆 大家上網找一找 好不好 就知道這28元水煎包是多好吃 好 趕快今天來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國民黨優秀的台北市議員 是我們的游淑慧 哈囉 院長好 網友好 第二位是我們民眾黨立委員黨團的主任 陳志涵 國哥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們最帥的政論評論員 是我們的黃偉翰 院長好 各位下面大學的網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大學生有 東屋妹妹Chris 東屋妹妹大家好 歡迎收看 然後還有我們的Cherry 大家好 我是Cherry 政大傳播所的小魚 大家好 我是小魚 政大傳播所的沙拉 大家好 我是沙拉 這奇怪 我看好像哪一天有去吃日本料理 剛好是小魚沙拉 這兩個都在 還滿好吃的 真的是 好 那今天的班長是Chris Chris NOW NEWS的AI主播 透過大數據分析的新聞有哪些 好的 本週NOW NEWS的AI主播倪珍 透過大數據分析 大家討論度最高的新聞有 第一則新聞有58%的年輕人 滿意韓國瑜 韓粉拱 再戰2028 下一則新聞 黨產遭追8.6億 朱立倫問賴清德說 這難道是朝野和解嗎 最後一則新聞 會見蔡英文總統引發黨內爭議 柯文哲表示將會繁星改進 好的 那我們就針對剛剛透過分析 第一條新聞 我的滿意度竟然已經超過5成8了 我要問一下志涵 剛剛台灣民意基金會公佈最新民調 我的滿意度已經超過5成了 民眾對於新國會的滿意度是4成4 這份民調結果也讓許多PTT上的鄉民 全部暴動 紛紛直呼 震驚 繼續保持 不是含有多好 是民進黨真的有夠爛 引發討論 你怎麼看這份民調的結果 郭哥其實我覺得網友已經下了一個結論了 凡事都是比較的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院長也很辛苦 你真的是被放大進檢室 顯微進檢室 包含說幾點到 有沒有遲到 有沒有早退 早退就說我去喝酒 然後早上遲到就說我昨天喝酒醉 來不及上一步 對 然後像上週質詢的事件 院長其實是照著你的職權 然後一個一個點名唱名 然後沒來就跳過 最後散會 可是我們在第一時間在民眾黨團 看到說 看到那個民進黨好幾個立委 沒有來質詢 可是手板 去你的那個院長室要踢管的手板 馬上就做好了 還我質詢權 然後就直衝院長室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這個種種行為 包含在立法院裡面有很多的 民進黨籍的立委 他們不是在監督官員 而是在護航官員 這個東西大家看得很清楚 然後呢 專門要抓別人小辮子 或者是說也經常對著我們民眾黨啊 說這個什麼東西是違憲啊 說這個經過視線都說不能成立調閱小組 你偏偏要成立調閱小組 反正種種的行為都可以看到 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有很多的行為 好像不是為了人民 或者是國家的權益在捍衛 反而是好像在護航 自己的執政黨跟官員 那相對之下呢 院長就可以感覺到說 好像這個有為有守 上一次在這個院會裡頭 到底應不應該把這些委員跳過 其實現在鄉民們也都有很多公平的分析 他們就說 你就薪水小偷啊 薪水小偷沒來 難道大家文武百官還要在台下等你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是大家都有眼睛啦 那陸瑤芝瑪麗 如果說大家都認真的工作的話 相信歷史啊 相信民眾也會給一個合理的評價 太好了 這個我就不用我自己誇獎自己了 這民進黨的立委啊 偷雞不著奢把米 就這樣 我完全按照議事的規則 而且第一個 還是羅明財我們本黨的委員 他沒到 我照兩天就繼續啊 那全部都沒到 對不對 那我好歹 好歹有那個空檔 空檔我在幹什麼 我一邊吃水煎包 一邊要錄製 祝賀鍋子前的這個生日賀池 所以說我也趁那個空檔 就祝賀完了 這說要利用時間 這個謝謝 恭喜啦 恭喜 恭喜鍋子前生日 60歲 我說你是花甲老翁 其實看起來好像真的比我老 好 謝謝 這個題外話 那我們要問一下淑慧議員 這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 尤一龍說 對於韓國瑜的表現 從年齡層看 除了25到34歲的群眾 呈現滿意跟不滿意 各半之外 其他每一個年齡層 都呈現半數或者通過半數 滿意韓國瑜我的表現 尤其是20到24歲 5成8的滿意度 年輕人對韓國瑜印象 這改變 這是令人嘖嘖稱奇的這個事情嗎 我覺得這當然是韓院長 院長自己的表現 跟國民黨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必須要這麼說 這是我個人人設的問題 我覺得鄉民或是年輕人 期待立法院只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好好做人 第二個好好做事 就這麼簡單 上課不要遲到 遲到了你就這一堂 就沒有聽到自己回去好好念書 不是說上課遲到 然後跟老師說 你怎麼沒有停下來 等我進教室以後再開始上課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看到這一幕 都覺得說 太好 你剛剛講到老師是吧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 大家都可以談 誰最會烤肉 烤肉 誰最會烤肉 我剛剛有講到 你剛剛有講到 老師嘛 因為老師烤的都沒有膠 很冷 烤肉 老師烤的都沒有膠 沒有膠 沒有烤膠 提外話 不好意思 院長這樣一打招 我忘記我要質詢什麼 我在這邊才能輕鬆 我要是在立院的話 我沒辦法這樣講這些笑話 如果國民黨都像院長一樣 來主持這個 鄉民大學問的話 年輕人就會更喜歡我 講到年輕人 這份民調說我這個 年輕人20到24歲 滿意度超過五成八 我有沒有再戰2028的可能 這個不好說 不好說 這個民意如流水 這個2027年才知道 可是我覺得院長最擅長的就是 突然逆襲的寒流 突然升起的寒流 我在年輕市場是不是 這樣會露出一道曙光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叫老來翹 老來翹 我以為你要說我回光反差 沒有沒有 嚇我一下 這個越來行情越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說 鄉民也講一句話 其實不是韓國瑜當院長當得多好 他就只是在那邊 循規蹈矩的主持議事 而是你民進黨的表現 太浪慘了 你才凸顯韓國瑜的好 所以這一波的 我覺得是意外得分 也不是說韓國瑜精心佈置 他再怎麼精心佈置 也沒有辦法佈置 民進黨像骨牌一樣 每一個都不到 全部都不到 你好歹來一個 為什麼民眾黨的立委質詢 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為什麼國民黨的立委質詢 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民進黨 那我也要合理懷疑 你們是不是那一天 是故意要來衝抗韓國瑜的 對不對 因為你們都在研究室 然後你都在研究室 你就故意等他唸的時候 然後你沒等我 又不是說他們從外面趕回來的 其他的選區立委 有一些在中南部 可能在高點上來不及 我覺得這個情有可原 可是一直在跳一直在叫的 洪森漢委員 他是盯場的委員 而且他是不分區的委員 而且他自己也承認 他當天在研究室 我也可以合理懷疑 他在研究室睡覺 所以也遲到了 所以我覺得 民眾期待就是這些立法委員 我曾經算過 國家一天花在這些立法委員身上 每一個立法委員 大概花國家兩萬塊 二十萬 包含他的助理等等 那你們就好好上課 好好去質詢 質詢不是你們的權利而已 質詢是你們的工作 好 這個蘇惟委員也講得很好 你看這個我們國家 為什麼抓這個世界的詐騙集團 這麼厲害 就是沿街都有監視器 那一樣同樣主持這個立法院 一樣有監視器在看 監視器出去全民都在看 那是誰對誰不對 這一看便知分享 不過我要問一下偉翰 那這份民調一出來 我這跟我好像整頓立院風氣 有沒有關係啊 那你是民調分析專家 這份民調有沒有什麼門道 可以跟觀眾來分析 提到民調 民調是一石一地的 我們會注意 但不會太在意 好 標準大家這邊 剛剛他是魔法馬英九 他剛剛是魔法馬英九 我看得出來 我朋友有教我 好 來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個已經討論很多了 確實來四年前的此刻 觀眾朋友 韓院長 你還記得四年前你的痛苦嗎 哇 真的痛苦 四年前的現在韓國瑜 剛剛落選總統 準備要被罷免 我跟過街的老鼠 對不對 人生的低谷 在高雄後來多少 六月的時候 九十三萬萬被罷免 當時誰有想到 他在政壇還可以 鹹魚翻身 國瑜還可以翻面 對不對 馬上回來 他當立法院院長 然後呢 我們看第一分的民調 因為大家解讀民調 都說 哇 韓國瑜忘起來了 沒有錯 這個基礎之上 我在今天我們鄉民大學問 首次跟大家提到的這件事情 要注意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政治眼前一吋皆是迷霧 民調當然是可以做參考的 民調顯示 韓國瑜現在目前此刻的民調 居然高於三個總統參選人 對不對 賴清德 然後還有這個 侯友宜跟柯文哲 你看柯文哲他現在目前 在TPBS的民調當中 是31% 然後呢 這個侯友宜是42% 賴清德是43% 那請問 韓國瑜多少 48% 有沒有比他們都更高 第二個 你看不滿意度 不滿意度 韓國瑜是27% 那賴清德跟侯友宜跟柯文哲 分別是3534跟56% 不滿意度都比韓國瑜高 滿意度都低於韓國瑜 所以剛剛就有人連結了嘛 問淑慧 淑慧也說不好答對不對 還真不好答 如果現在就想說 啊 韓國瑜太好啦 馬上選2028的話呢 我基本上可以跟大家講 878嚇死啦 878會摔死 為什麼 因為即使今天是3月21號 狀況都跟這一份不一樣了 我負責任告訴大家 你都只有看民調對不對 你要看時間啊 這個民調是3月4號到3月11號的民調 什麼意思齁 就是國瑜他射出三件嘛 第一件到立法院總務處 你那個裝修費怎麼樣 然後電梯都沒弄好 後來換了個總務處長對不對 觀眾朋友 總務處長哪一天換的 3月12號換的 這個民調在總務處長被換之前 第二個 韓國瑜是不是提出了一個 國道6號跟這個環台高鐵 哪一天 3月13 摩羯都A型人專門跟你講時間的 所以這幾件事情 這份民調都掉不出來 最後一個就是剛剛說 講最大的正義 質詢最後被取消 是在3月15的下午2點36分 所以這是3月11就做出來的民調 所以這民調沒有辦法顯示質詢的 可是來馬上再看另外兩份 民調其實有三份啊 第二份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時間是3月11到13 所以剛好吃到我講的國瑜三件的前兩件 立法院總務處長被換掉 跟提案說要國道6號通花蓮 以及環島高鐵 這兩件事情 這個民調是在其中有連結的 他的民調呢 其他那一份我用念的我就不秀了 立法院的滿意度43.7 立法院 但是立法院長的滿意度52.1 什麼時候 比如說台北市政府的滿意度 可能是3成8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是5成1 就知道這個市長幹的比市府 整個形象還更好了嘛 現在就是這樣 立法院43.7 可是韓國瑜院長本人52 代表他一定做對了什麼 所以就講你倒車回去看 你在總部處長的部分 你在這個立法院調和頂難 對民進黨 對國民黨 對民眾黨 都很科技的部分 你的朝野協商 這個柯總說看著我的眼睛 這個是民調出來 他是比較高的 再補一個 那民調沒有秀的 20到24歲 這份民調當中是58% 你等一下 年輕人手投足 四年前是最討厭韓國瑜的 蔡總統可能拿到了87%的年輕人 韓國瑜可能連10%都沒有 現在是58%對韓國瑜滿意 好這是第二份 好觀眾朋友 我們看最後一份了 這是靜電視的民調 他的時間差法 match到那個視訊世界 因為靜電視的民調 是3月17到3月18 那我講那個質詢事件 沒收7位 或者是說你自己唱 這個唱名不到 你自己棄權 你遲到等等 不管 那個事件是發生在3月15 上個禮拜五的下午2點36分 他是3月17跟18週的民調 所以是在事件之後 不要小看民進黨群起而攻之 所有民進黨的立委 現在的一件事就是韓國瑜亂搞 他把大家的質詢給取消了 你請注意 韓國瑜院長並沒有出來反駁 或者是回嗆 反而是國民黨團拒絕 還給他們質詢權 韓國瑜院長是說 紅色安委員 我們可以談一下看怎麼做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立法院過去有兩個潛力 一個叫費洪泰 一個叫廖正錦 第八屆 2015年王金平當院長的時候 有一次廖正錦遲到 然後呢 他就質詢時間到了 沒有出現 王金平院長唱名三次以後 就要換下一位 江慧珍板橋的國民黨立委 沒想到江慧珍還沒上台的時候 廖正錦衝進來了 他就跟王院長講說 那院長我可不可以上台 你怎麼這麼多 問一下議事處處處長 再問一下現場的各黨黨邊 好沒關係 大家都同意讓你上去 廖正錦上台 我這個講話要負責任 去查立法院的議事處 有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過去曾經唱名過了以後 又恢復執行權的 是有潛力的 一個叫廖正錦 第二個是費洪泰 費洪泰是因為前一個委員 邱淺志在跟這個民進黨 柯清明在吵 吵到後來以後呢 這個議事就卡住了 好那下一個費洪泰要上來 他不肯上去 他說現在吵成叫 我不要上去 沒想到呢 沒想到院長就指示 議事處開始計時 所以呢時間 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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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了以後 執行之間結束了 費委員你的執行之間結束了 怎麼可能這樣 後來又經過草野線後 又恢復了費洪泰的執行權 所以不是不能恢復 我在這邊公開說 我是支持 把3月15號下午的幾位 民進黨 and 羅明財跟圖全集 兩位國民黨的立委 民進黨這次是表現最好的 對不對 民進黨要抬頭挺胸 都沒有這個 直到 因為那天沒有民進黨 好 OK 所以呢 不分藍綠嘛 韓國瑜他之所以會強勢 因為他不分藍綠 如果你現在把他打成說韓國瑜是民進黨克星的話 那我告訴你又鎖進同文層 韓國瑜不可以是民進黨克星 他應該是立院的大家長 所以從三分民調的校長來看的話 當然三分民調你不能互相比較 因為他的比較基礎不同 但是 我負責任說 如果你把TPPS的民調第一份 導播給大家秀一次 還有那個台灣民進黨的民調 在3月15之後再做一次的話 或許他就沒有48 或許他就沒有52 可能變45 可能變43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立法院 要當一個衝 衝撞的對象 你不是炮手 韓國瑜你是大家長 炮手是三個總召 是黃國昌 柯建民 是傅昆琦 韓國瑜應該要告訴大家 他強調一點就是 我不是針對民進黨 我是針對我們立法委員的質詢的品質 跟Presentation 不要讓國人朋友覺得說 已經開會了 下面空當當都沒有人 這個我們要改 而這幾天 確實剛院長也講了 已經改了 大家質詢的時候 至少會有三五個人坐在下面 這才是一個立法院能夠往上提升 然後往前進的一個好的方向 沒錯 現在就說韓國瑜2028會是總統候選人 那只是在害韓國瑜而已 是 對 大家注意了 這個同時在公佈民調的同時 我們因為是網路直播 剛剛網上面已經破千了 希望大家分享今天的節目 也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好 那剛剛講到這個 韓國瑜在年輕人的支持度攀升 我先來問一下大學生 你們喜歡我嗎 或喜歡禿頭的嗎 我到底做對了什麼 看看誰要講都可以 我海納百川 什麼批評都接受 有要講了嗎 Chris 你很會批評 沒有 人長得漂亮但是蠻尖銳的 我覺得院長這次從立元凱義到現在 其實就是表現得還不錯 就是都是很圓滑的一個人 對 圓滑 圓滑這感覺好像不是稱讚 好像是 你應該說我這個措施穩穩蕩蕩 對 妥善處理 對 圓滑就是 有點狡猾的意思 謝謝謝謝Chris 那Cherry 你要幫我講講看 我有什麼好處嗎 我覺得就是如果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本分的話 自然就會討人喜歡 漂亮就是一句話一針見血嘛 他們大學生就做大學生的事情嘛 對不對 考考試 對不對 然後談談戀愛就好了嘛 不要管其他事 其他兩位有要講嗎 那個小瑜 莎拉的 剛剛跟剛剛兩位講 我差不多 至少不像之前一樣 就是 講一堆大話 是 講一些大話 對不對 他在講誰 不是講游錡坤前院長 不是 是說立法院整個議事 這個有點延宕 沒有效率 他講的是這個 那莎拉呢 我覺得您的表現還算是穩妥 穩妥 你看看 穩妥就比腳滑 不是 比這個 圓滑 圓滑 好 謝謝 謝謝這個大學生的對我的評語 這個也有一個大學生畢業 不是大學生可以派 這個這個 這也算是 他剛畢業啦 畢業沒有幾年 因為有一題我想要置入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韋翰哥 講到進電視那個 那個不滿意度的調查 其實我對那個調查 其實有一點點想法 想要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因為剛剛韋翰哥有講到說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讓這些委員們 再去重新的有質詢權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 很多立法委員會覺得說 這是他們的權利 但是呢 我覺得 反求朱吉來說 在事件一發生之後 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的確是做了一個很壞的示範 就是說你自己有理虧在先 然後衝到這個院長辦公室 要去給人家洗臉 然後 而且我覺得那個看板 直接是說 是不是又下班啦 又喝酒 就是要給人家貼標籤 可是已經好幾次了 結果這個標籤 貼不上去 反而落入的說 好像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很懶惰的這種感覺 那就是說 我覺得說 民進黨也應該要了解到 他現在已經不是 所謂的第一大黨 那他必須呢 如果說你真的是覺得自己有理虧 或者是說 自己應該輪值不在現場 那你就默默吞了 好好來協商 而不是一直用 給人家貼標籤的方式 然後剛剛那個進電視的那一份報道 因為他有提到說 各個黨團的不滿意度 事實上我覺得用不滿意度來做這個調查 其實是很奇怪的一個調查 因為如果大家去看的話 如果說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加總起來 很容易就會呈現出來 民眾黨好像說這個不滿意度比較高 可是持平來看 我們的民眾黨的立委的滿意度 其實是高達34% 也就是說我們只有8席 那我們的滿意度是34 可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呢 大概是36到40之間 所以我要說的是 民眾黨的立委CP值很高 謝謝 好 謝謝 自己無情置入工商 這個不錯 這個果然是戰狼小姐 這個遇到這個鳳 馬上就堅持要維護自己 這個民眾黨的這個權益跟利益 不錯 這要為自己發聲 這是對的 那我們現在大學生有沒有什麼 想要問在座三位的特別來賓 Chris Cherry 你先問 我想要請問一下淑惠議員 那就是最近許多民眾 有在關注電費漲價的問題 我想請問您認為 關於目前電費的調查這個提案 你認為是否合理 然後以及國民黨對此議題 有什麼看法嗎 我當然覺得不合理 有誰知道為什麼台電虧損這麼多 你們知道嗎 我們在座都是大學生 我們也都是有相當的社會經驗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台電一直在虧損 台電如果要從我們身上 一直加錢 一直加錢 一直加價的話 你好歹告訴我們 為什麼一直虧損對不對 清楚透明的財報 虧損的原因 告訴我們要加到什麼時候 台電才不會虧 這個總要告訴我們吧 他每年都在調 只是從這個用電戶大的 然後現在調到連用電戶小的 他都要調 每年用不同的名義在調 那調到最後我們不知道哪裡是個盡頭 台電什麼時候才不會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記不記得 連續兩年政府都超增稅收 兩年加起來8千億 8千億是從我們身上超增的稅 結果已經拿了好幾百億去彌補台電的這個虧損 今年還要再拿去年的超收 去彌補台電的虧損 請問一下 那我們是不是已經出錢彌補台電的虧損 我們已經出錢了 因為他從你身上收的稅 已經拿一部分過去給台電彌補虧損了 本來應該要減稅或退稅的 結果他沒有做這件事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再發6千塊給你們 因為台電虧損 陳建仁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勞健保虧損台電虧損 因為之前才有一個民進黨自己的立委 問陳建仁院長說 去年又超增 那今年有沒有可能再發6千塊給大家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優先考慮拿去彌補台電 跟勞健保的虧損 那從我的口袋 不就是我左邊口袋繳的稅 多繳的稅被拿去彌補台電的虧損 右邊口袋他每個月又要給我超增電費 好了沒有關係用電是大家都在用的 但你好歹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會常常在虧損 而且更荒謬的是 跟台電做生意的綠能企業 這一些所謂的綠晶產業鏈 他們都賺錢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台電虧損賣電會虧 那為什麼這些賣電給台電的人會賺 所以這些事情你總是先交代清楚 再告訴我們說 我要給你加電價 我要給你彌補虧損 現在台灣是個知識水盆很高的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人民是聽得懂的 但是我們政府不要再一片再片 好 這個回答滿意 我再告訴你 你們不知道 這電費 可以說台電每一年都在虧損 但是每一年都有選舉 當選的執政黨都不敢調電價 然後不敢這個 所以說一直虧虧虧虧 虧到現在 不敢彌補 現在要彌補 大家就一片尖叫聲 所以說大家要注意這個事情的來頭去買 先生 我補充一下 短短一分鐘就好了 剛所謂講那個 台電為什麼有虧損 大家不知道 但早餐店為什麼有虧損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有一個早餐店 他賣那個漢堡 隔壁都賣50塊 漢堡蛋嘛 那他也賣50塊 但是老闆娘說說 我老公被算里長 所以賣35就好了 別人賣50 你賣35已經比較便宜了 可是別人賣50 是一般的組合肉 可是這個老闆 買的是西班牙的一比例 成本是200塊 賣35虧不虧 虧啊 可是他要選里長啊 所以他就相信朋友 所以台電是這樣 它的發電成本高 但是它的電價低 電價低就是 長期以來我們就是用補貼的 但我們的發電的配比 又是核能量慢慢的減少 那天然氣50% 燃煤30% 加起來 國際這兩年因為 這個戰爭的關係 還有這個COVID-19 大家的流通變得比較困難 成本增加 我們選擇了成本最高的發電方式 然後呢 又因為一直補貼 所以台電快到3000億 他現在討論要補1000億 還是補1500億 不敢漲太多 要漲一點點 所以台電一直虧損 是因為他根本就是不服他的成本 照電價來講的話 比現在電價多個兩倍三倍 才是正常的 好 大家聽清楚 網路上面的朋友 年輕朋友 一群年輕朋友 一生下來 爸爸媽媽幫你付電費 不曉得電費為什麼一直在漲 現在才要開始漲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如果大家出國去看看 去比較人家歐洲 我們台灣的電費 真的是便宜到不行 水費也是一樣 瓦斯費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去追根究底就知道 好 Chris 那你有什麼問題要問現場來賓 有 我想問韋漢哥 就是本週立法院 未還委員會他們在18日的時候 邀請衛福部長 薛瑞元報告並備詢 那綠營就認為說 就是承認俄福聯盟董事的 王韻明應該要迴避此案 那兩邊人馬爆發衝突後 現在網路上流傳了許多 短影音 然後內容是就是喬新委員 他向私藥委員 比出了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動作 那想請問韋漢哥 怎麼看這件事 那這件事你對國民黨來說 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 好 Chris的問題很好 來我先跟大家說 因為我之前跑立法院 我立法院有一些想法 但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今天的主持人 是韓國瑜院長 韓院長新國會新氣象 立願有餘 游刃有餘 對不對 如水得魚 他是比什麼手指 是宗旨嗎 沒有他比兩個手指 我這邊不要比他 他意思是說旁邊有一個人 把他帶了就對了 他意思是這樣 那因為巧新是窮州的 宗旨這樣有點翻轉 他當然覺得 來我們把事情講清楚 我用最快速度建立這個場景 因為出現了凱凱案 所以請衛福部長來報告 但是衛福部長來報告的時候 民進黨就是說 對不起主席我要換人 主席是招委王玉民 那民進黨也有一個招委 那這個禮拜 我們已經講雙招委制 這禮拜就是國民黨 下禮拜會民進黨 我就問一件事情 那民進黨你自己當招委的時候 上個禮拜你怎麼不排 凱凱案已經發生那麼久了 你上禮拜就可以排了 就不用輪到王玉民了 對不對 其一 其二 王玉民你當主席 然後呢 他可以限制這個宣言的發言嗎 也不行啊 而且那個重點不在 誰會管立法院的委員會主席是誰 今天大家要聽的是 衛福部有沒有把這個王 給補洛洞補起來 你看像我旁邊的戰狼小姐姐 對不對 他也是一個孩子的媽 朵朵那麼可愛 什麼對不對 氣死了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家長都想要知道 到底怎麼回事 觀眾朋友 那個保姆 他不是只有照顧這個凱凱 他先前照顧的小孩 有沒有也被捏被打 被欺負被傷害了 這個小朋友是不幸虐死了 所以上新聞 沒有死掉的呢 有沒有心理創傷 現在不敢出門 不敢上學的 趕快去查嘛 所以其實是這樣 為了要換這個 當天的委員會的主席王玉民 吵了個50分鐘 吵了個春天 然後去拉那個麥克風 那當然國民黨就要去排除嘛 我跟大家講 新國會先是像 我覺得國民黨有個做法 你要站在那邊對不對 拉那個麥克風你就拉 拉你個天荒地老 直接表決 有人提案要換主席 有沒有意見 其實基本上是15個人嘛 7對7 那天是投7對6啦 可以投出8對7嘛 好那確定還是有我當主席 會議開始 請薛瑞文部長報告 結果呢 是不是有一個民進黨的立委 站在那邊 他要抓住那個麥克風 長存抱住信 然後你去抱啊 給他一個麥克風 讓薛瑞文部長拿了麥克風 就可以開始Presentation了嘛 那大家反而會覺得說 那民進黨你在擋什麼 所以立法院現在大家都在看 中間選民居多 還有民眾黨的支持者 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一種 你上台我就上台 你做佛跳牆 我做佛跳牆 你吵我就吵 你打我就打 你罵我就罵 你哭我就哭 不用 別人怎麼樣 不用管 別人紅線停車 別人闖紅燈 你還是可以維持你的自己的風格 我是覺得啦 當天拖到50分鐘 真的沒有什麼意義啦 國民黨現在身為最大黨 你就凸顯說 他不想開會 但沒關係 我們ignore他 我們馬上開始開會 立刻開會 請部長上台 民眾反而會加分 民進黨反而回去一看以後 發現說 這抗爭是不對的 那他要凸顯的王玉民 王玉民也可以馬上講 你覺得我有問題是不是 不用你換我 立刻請一個國民黨立委上來 我要的是報告 我當不當主席沒有問題 他反而會得分 因為其實王玉民 他是俄伏聯盟董事沒有錯 可是這幾年 他沒有再參與這個事務了 他現在是不分區的立委 是台中市的副市長 是選嘉義縣的現場 就跟俄伏聯盟 這今天就沒有什麼關係 誰會知道這個 游足會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對不對 摔角協會的理事長 他不是啦 對不對 誰會知道呢對不對 不會啊 所以我們知道這怎麼不重要啊 其實我真的知道 他最大的新聞 你敢再謀說 我再誇你對不對 十字所 他最大的新聞就是 跟三立的記者他們在交往 沒有啊 你講這個 這個是很好的啊 這個黨派聯誼嘛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剛剛Chris問我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選民是要看到有效率 而且是個反應民意的立法院 而不是說吵大聲就贏 你不要看到別人在吵 你就覺得說 他吵他要把面我衝上去 其實是不需要的 好 這個委嘗 對 我也想補充一下 角力協會的事 就是我二十年前在立法院當助理的時候 那個時候立法院最出名的特色就是打架 打成一堆 然後二十年後 結果我們看立法院 只是從男生打架變成女生打架 抱來抱去 拉頭髮什麼尖叫什麼的 我都覺得說我們叫做民意代表 為民喉舌 我們應該用的是嘴巴 我們應該以理服人去講話 就像剛剛韋翰哥說的 不是在國民黨這幾年 確實是把民進黨有點罵垮了沒錯 可是國民黨也沒有獲得民眾更高的信任 就是因為我們都在學而已 他做什麼我們做什麼 他咆哮我們咆哮 然後他佔據主席台 我們也霸佔主席台 其實這是不對的 那天如果大家都不管 你就讓吳思瑤在上面演大戲的話 所以最後失分的會是吳思瑤 因為大家想聽的是 虐童的報告跟虐童的質詢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立法院是大洗牌 不管藍綠白 尤其是藍白 都有非常多第一次進入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我覺得是一個重新改變立法院文化的時候 用嘴巴好好講 大家都是有讀書 好 這些大學生知道 回去問你們爺爺奶奶好了 以前有個民進黨委員叫做朱高正 他就是因為覺得議會 用嘴巴講的不行 他就直接跳上去用打的 還有一個朱新宇在身上被鞭炮 讚榮小姐姐也有 讚榮小姐 沒有 那個報院長 對不起 我很快的補充一下 其實我非常同意兩位說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要特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有意識的操作 因為他們看到這一次吳思瑤失分了 正如剛剛我和哥哥所說的 這個虐童的事件很多的 很多的不要說家長 很多人真的看不下去這個新聞 一個孩子本來那麼可愛 然後活生生被虐死甚至餓死 到現在這些主管機關 似乎沒有一個真正的檢討報告出來 當天大家想要看的是衛福部的報告 結果有一個人在那邊唱大戲在那邊演 好 演著演著 然後又不讓這些官員被詢 請問你到底是在監督還是在護航 那我覺得大家不要被這個 大家去轉移風向了 因為現在就開始有些人在炒作啊 說許小青去做這個動作 是不是不適合 是不是在歧視某些生長者 我告訴你 這就是民進黨最喜歡的手法 當他們要轉移焦點的時候 他們就去挑一些小動作 然後放大這些小細節 來把故意原本的這個事情的焦點 給模糊掉 然後大家就會忽略掉說 那一天其實是吳思瑤做了不適當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會有很多的新聞操作 跟這種媒體試讀 我覺得也分享給大家 有的時候就去忽略掉那些小小的 這個很小的細節 應該去關注真正的重點 好 你看三位來賓 你看看這個講的都頭頭是道 對不對 議會要有議會的規則 然後該怎麼樣 民眾要的是真相 要你有沒有對國家 有沒有提出幫助的法案 有沒有在解決人民 明明現在想需要解決的事情 就這麼簡單 你看看我們現在網上 這個好多網友在討論 Chris 網友現在在線上說我們什麼 好 謝謝Alan Lee帥強強的斗內 他又做了一個很像詩的東西 他說 國務院長一把照 民調滿意創新高 贖惠是否將看好 寒流再起乘風潮 然後還有是 柯P聲量漸變小 持續崩蝶很不妙 致函如何去解套 不讓主席欠你到 好有才喔你 他剛剛有講 他剛剛有講這藍綠 因為藍綠人數比較多 永遠會討厭對方 甚至就把討厭度就加在民眾黨 這個柯文哲身上 他是這樣 解釋是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 其實你說他的這個 好像關注度降低 其實我覺得沒有 我們每天看爭論 還是一直在討論柯文哲 每一次他其實沒有發公開行程 然後記者也都還是會在台下 這個樓下讀訪他 但我們的確有刻意的減少 主席他的受訪行程 還有他的公開行程 主要原因是因為選舉之後 我們認為很多的感情需要修復 然後他也必須要相對的沉淺 所以我們是有意識的在把這個 不管是聲量啊 或者是新聞量把它減少 好 謝謝 謝謝這樣回答 來 再繼續 下一個是Cassie Lin 她說今天水煎包大排長龍 真的嗎 賣光了 你直接買想一買 28塊了 28塊 不要買太貴 好 下一個是類固醇 她說 淑慧 早上黃國昌質詢司法院秘書長 他一直在跳針 然後請問以你議員的身分 遇到這種擺明 想拖到時間結束的官員 你會怎麼應對 這確實是官員的一招 我以前質詢過一個市府的局長 他拖時間的方式就是 關於議員質詢的這個議題 我確實也覺得 好 像我現在就在拖時間 他就這樣 所以遇到這種很慢皮 很皮的官員 有時候我們真的質詢會一百刀會 那你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請主席說時間暫停 你願意好好回答 我們再開始 大家就來拖時間 第二個是 好 你在質詢台上 你給我拖時間 沒有關係 我會後請你再來跟我好好的解釋 我書面給你 你給我解釋 或者你人來給我解釋 或者我開公聽會 你們官員派人到場來解釋這個議題 如果這個議題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讓他逃 很多官員跟明代之間的角力 不好意思因為我以前是官員 我就因為明代很多都是作秀 做完一次秀他就不管這個議題了 官員就覺得說反正我撐過這一場 我回去還是做官 你就要讓他沒有僥倖的心情 就是我會咬死你 除非你把這個議題給我解釋清楚 為什麼以前黃國昌委員在立法院 其實很多官員怕他 因為他就是有一種咬住你不放的精神 除非我這個議題得到 你沒有給我我就自己去查 所以立法委員或民意代表 第一個質詢你要有第二級的能力 什麼叫第二級 當他騙你的時候 你要能馬上戳破他 很多民意代表他不夠專業 當官員糊弄完他就 好謝謝部長 這種就是不及格 你要有第二級的能力 第二個能力是你要有找資料的能力 你要比他 你就算沒有比他更專業 你也不能被他糊弄 你要有足夠自己的資料 就算今天質詢台的10分鐘被你混過去 我後面還有100分鐘在等你 官員都是什麼 不怕管只怕煩 他每天那麼多公文要逼 他如果一天到晚被你叫到研究室去 跟他解釋這個議題 甚至你就說來我們現在來講開直播 你看他敢不敢講 所以他還是好好回答吧 好你看這個有方法對付了 好 下一個是Carlos 他說Cherry好可愛 好 然後下一個是Jason 他說想問贖惠議員 台北市最近一直發生房屋倒塌的事件 那台北市政府有做或是他們有做什麼 就是預防措施這樣 這個很重要 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就有注意到 大家有沒有發現去年 台北市發生很多起 陸基掏空 然後地層下陷 黃烏血 倒血 對 一年發生好幾起 那個時候我就請市政府 就是你們要去調查 你如果只發生一起兩起 你可以說是工程意外 那你發生很多起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地層的下陷 或土壤異化的狀況有嚴重 這個是要長期去調查 可能要委託專業單位去調查 第二個我們常常發生 最近也常常發生 零損或房屋倒塌 為什麼 因為台北市的房屋越來越老 然後當你這一塊要都更的時候 旁邊的老房子 你就一定會被影響到 我們就在相隔壁而已 我在這邊重建 然後你這邊是一個 已經四五十年的老先生老太太了 我在這邊運動撞到你 你就跌倒了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一般的常態 就是當我們新舊房屋太淋漓的時候 新的房子在挖地基在幹嘛的時候 旁邊的舊房子太靠近了 而且舊房子通常沒什麼地基 地下室就一樓而已啊公寓 所以他就很容易有零損或是傾斜或是倒塌的狀況 那這個問題當然就是新房子的施工單位 我們要加強對他的施工 他在施工之前就必須要做好安全施工的計畫 周圍的老房子他要去照相 這一點要落實 就是這個安全的施工單 第二個真的要加速都更 尤其是我們希望台北市的都更 是一個區塊一個區塊的 你一個區塊就打給大家一起都更 大家一起蓋新房子 如果你只有一個人都更 我自己蓋我就說 我這邊一動一動兩邊都是老先生老太太 這邊被我踹一腳 那邊被我打一拳 然後兩個人都受傷了 然後我自己好好的 這個就是現在台北市的狀況 但如果大家一起來都更 大家一起施工的話 那這個零損或者是說 造成旁邊房屋的這個危險狀況就會減低 我覺得台北市未來的挑戰會更高 因為我們已經像是老先生老太太了 就是我們的房子40年50年60年的都有 動不動就傷心動骨的 所以施工方面或市府要去監督 或者是都更的策略性的區塊範圍的政策 或者是土壤的下線的調查 我覺得這些都要同步進行 好 你看淑慧委員有認真在問政 這個好 那還有嗎 目前先這樣 先這樣 好 好 那謝謝網友對我們的批評指教 有問題盡案問 再不會 韋翰還會回答你 韋翰沒有回答你 他的臉書還會回答你 我們就是這麼負責人 那你如果找不到韓國瑜 你來立法院找我 好不好 我們讓你看直播 都可以 好 那剛剛這個網友說到 柯文哲這個聲量降低 結果媒體上上週大報柯文哲 他說跑去跟蔡英文會面 然後吃牛肉麵 不讓我的水煎包專美於錢 這個自然了 那柯主席跟蔡總統見面 藍綠都有意見表達 那為什麼要見面呢 這實質的意義是什麼 小草們樂見這個蔡柯會嗎 其實我們觀察我們的支持者 對這樣子的會面 一開始會有一點驚訝 但是他們並不是反彈 他們想要了解說 為什麼主席會願意去跟蔡總統見面 那事實上這個見面的提案呢 這個蔡總統他是在過年的時候提出來 他有主動來話給柯文哲主席 那據我了解他也有打給朱立倫主席 其實他是想要表達一個 希望能夠政黨和解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因為政黨和解 其實一直都是柯文哲主席 他在這個2024總統大選當中 他一直是主張的 所以當這個現任總統 來跟他主動的提出 我們可以見面的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 他當然不會第一時間就拒絕 即將卸任 他現在還是總統 對對對 你看我主持議會 主持立議院 多知道 這叫朱毅 他是現任的總統 對 現任的這個總統 那另外就是說 不過我們還是有為有守 就是說那時候總統府提出來的是說去官邸 可是這個事情 主席就有跟我們幕僚討論 他說去官邸我們都覺得不適合 因為既然是要談政黨和解 談這些國家的議題 你到官邸去好像就是怪怪的 所以我們就建議他說 有幾個題目必談 因為包含像司法改革 其實蔡總統已經跳票很明顯 那媒體改革是我們現在所關注的 還有國會改革都希望柯P能夠把這樣的聲音 把小草的聲音帶進府 來讓總統能夠聽到 那不管總統他即將在兩個月之後卸任 既然他有心要跟這個朝野展開手 然後希望說大家如果能夠共商國事 這樣的聲音當然必須帶到總統府裡面去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事後呢我們的支持者部分其實蠻能理解的 但是那個國民黨的部分 目前好像還不太確定說這個朱主席 會不會也去跟蔡總統進行一個會面 但是民進黨這邊他們當然因為是他們提出的邀請 他們當然是予以肯定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頭 我覺得大家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某種程度先放下 那個時候大選上的激烈衝突 如果可以談的我們先談 那當然呢在這個監督的力道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持續進行 好 謝謝 這個要談的方向剛剛這個致函他也有講很清楚 三大項 那麼那蘇惠委員 剛剛也致函有講 那國民黨會跟蔡總統見面嗎 這個黨產會透過這個司法判決 追繳國民黨產這個8.6億元確定 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抨擊說 這個抨擊說民進黨的打算不斷追殺到底 那這個會面朱立倫跟蔡英文有可能會面嗎 坦白說這是蔡英文的第8年 還有兩個月他就卸任了 如果他這一個跟在野會面的安排 是在過去的幾年的任何一年 我們都是支持而且樂觀其成 台灣需要和解也需要合作 但是你做了8年的總統 你到卸任前兩個月 你再來說你要跟在野的領袖會面 那你到底是以什麼樣的角色 那你可以給予什麼樣的承諾呢 大家知道就算是政黨需要溝通的平台 我完全支持民眾黨說的 政黨之間需要有溝通的平台 可是問題是蔡英文她不是黨主席 她是卸任的總統又不是黨主席 當她卸任以後她就雲遊四海了 她到底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在最後兩個月才突然想起來說 哎呀我來跟其他政黨見見面好了 我覺得是拉其他政黨來背書給賴清德看 怎麼樣我做得到你做得到嗎 人家要不要跟你見 我覺得她是在支付給賴清德 在最後的兩個月凸顯自己的存在感而已 因為蔡賴之間還是畢竟還是不可敬性 不可完全合作的兩個人 所以這樣的會面變得很政治秀 我覺得很政治秀 實際上達成了什麼 未來要怎麼合作 政黨之間需要怎麼友善的 好好的解決台灣的問題 大家有看到成果嗎 立法院還是這樣子啊 一個虐童報告 吳思瑤自己是執政黨的立委 居然不讓自己執政黨的部長上台去備詢 這是史上從來沒有見的 從來都是執政黨的民意代表說 你們要讓我們上台 所以見面不是重點 見面以後是真心見面嗎 然後見面以後是不是可以解決問題 而不是為了要秀存在感 秀聲量為了搏板面 然後安排又一場又一場的秀 去迷幻台灣民眾的焦點去吸睛 我覺得這是沒有意義的啦 所以為什麼剩下兩個月 我個人也支持朱主席說的 不要會面 但是倒不是說 這個是不是他追殺國民黨 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現在跟我會面 其實只是要利用我們而已 你真心要跟我們和解嗎 當然不是 好 這個是淑惠議員的意見 不代表我這個立場 我是立法院院長 是中立的 院長是中立的 不過我倒想起一件往事 當時這個馬英九 這個前總統 這個當時2008當選的時候 他也想要朝野協商 結果他找了蔡英文要來 這個那時候蔡英文是在野 結果來會面的當天 我告訴你 北二高出現了一個橫移的大山 大山崩 有沒有 大家還記得這個事情嗎 所以說這種會面 感覺兩大黨會面 感覺都會有驚天霹靂的事情發生 這是我的猜測 好 不曉得了 好 那韋翰 是 這個蔡總統卸任前 接見在野黨主席 這有慣例嗎 難道這個舉動對蔡英文 這個交接的互動 未來有影響嗎 就是蔡賴互動 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有權力的 有權力 好不好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2008年的4月1號 是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那天 你在開玩笑嗎 4月1號不是愚人節嗎 對 那天我也覺得 我在外面等很久 台北賓館外面 2008年 馬英九三月選上總統 5月20號上任 4月1號 當時的總統是陳水扁 他見總統當選人馬英九 在台北賓館 台北賓館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最適合的位置 官邸不好 總統府可能又稍微硬了一點 但是總統府才有牛肉麵 在總統府的聯誼室裡面 好 那台北賓館 那個時候馬英九跟 陳水扁見面 總統現任的總統在陳水扁 跟即將當總統的馬英九見面 後來馬英九2016年 他準備卸任的時候 他跟蔡英文總統也有見面 他就跟他講啊 這個對不對 蔡主席啊 你一定要用九二二共識啊 那言者敦敦啊 聽者喵喵 以不去尋問啊 我不要啊 為什麼你要限制我 所以總統是會見面的 所以這叫潛力 等一下網友講說 沒有啊 維翰 柯文哲又不是總統當選人 你為什麼要跟他見面 朱立倫又不是 他連總統參選人都不是 不是這樣 因為這一次沒辦法 交接不用交接啦 賴清德就是總統當選人 他們兩個每天都在總統裡面見面 但是一個總統的高度 健在黨主席 今天我也跟大家講 我知道國民黨裡面 反對的聲音很多啦 我覺得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當然應該要見蔡總統啊 尤其當柯文哲已經見了以後 你不要看到柯文哲 他今天見了以後 還被黨內的一些反對派 這些人都是少數好不好 政治眼前一寸皆是迷霧 狂熱者皆是少數 最重要的還是中間那40%啦 藍綠白都一樣 柯文哲這個做法 我是很肯定的啦 因為他今天身為一個 在野黨的黨主席 沒有錯 蔡總統跟他談的四件事情 一個國防GDP 現在2.5% 那柯文哲的目標是3% 他們兩個聊了一下 那請問520以後 總統還是蔡英文嗎 不是那你講這個有什麼用 可是這是一個和諧的過程 台灣的選舉每兩年一次 那個縣市長一次 然後總統立委一次 但是選舉過程很激烈 不代表選舉以外的時間 你要繼續對不對 把對方主動18代拖出來編啊 所以在黨主席 可以說我跟你見面的時候 大家互相溝通意見 但第二天談到政見的時候 我公開講說 我不認同他的政見 這才叫民主啊 這才叫正常啊 那朱立倫身為國民黨黨黨主席 我就問你不跟蔡總統見 因為國家主席願意跟你見了 雖然他快要卸任了 我覺得應該見 即使他以後不是這個民進黨黨主席 也不再是總統了 可是他是當了8年的國家領導人的人 為什麼不跟他見呢 你跟蔡總統見完以後 才有可能之後跟賴清德見嘛 就這麼簡單嘛 柯文哲現在跟蔡英文總統見了 之後賴清德跟誰見面 可能跟柯文哲見面 那國民黨一樣沒有啊 侯文哲沒有 然後盧炫沒有 韓國瑜沒有 然後朱立倫也沒有 這不對的啦 國民黨現在就是一直想要把民進黨 看能不能攻擊到民進黨 可是賴清德就是當這4年 你應該讓這次沒有投給國民黨的人講說 其實讓國民黨來當總統 來執政其實會更好 所以你要表現出雖沒當家 但也有當家的那個樣子 這才是對的 而不是說他沒有當家 那就是於是往後跟你翻臉就好了 韓國瑜大家請注意 韓國瑜他很快的會跟蔡總統 或者是賴清德總統當選會有互動 為什麼 就算一直都沒有 10月10號國慶日的時候 韓國瑜院長就要跟賴清德總統 一起在總統府的國慶大會坐在一起啦 到時候反而是 韓國瑜院長跟賴清德總統有互動 朱立倫一直不跟他互動 那當然也不會找你啦 那對朱立倫來講 對國民黨來講並不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的民主政治是選舉的時候競爭 競爭之後還要合作 這叫競合關係 不要只有競沒有合 民眾會去挑那個可以合作願意合作 而且也敢於競爭的那個政黨 民進黨已經連續執政三次了 這個是過去沒有的 都是八年到了就換人了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如果想要重回執政 民眾黨還沒執政 國民黨要重回執政 你應該要爭取的 不是那20到25%的深藍的選民 這些人是橫數不管的 一定會支持國民黨的 你應該爭取這次沒有投給侯儀的中間選民 所以應該表現出落落大方 而且應該是尊重總統 然後願意支持我們國家對外口徑一致 可是對內政有缺失的時候 我會不假實色的嚴厲批評 這才是比如說剛剛講的那個 核定的能源配比 你就直接罵啊 為什麼這樣配比 這樣風險太高 這個沒有統獨意識 民眾會支持的 因為接下來四月 店價一漲什麼都漲 連捷運的票價什麼都會漲 大家會很有感 那個蛋啊便當啊可能都要漲價 那就是我們執政的單位 執政的政黨要負起的責任 跟他要承擔的後果 好 謝謝韋翰 所以我現在這個位置蠻重要的 搞不好很多人都要見我 好 志涵 我剛剛看你 你有想要發言嗎 要補充嗎 沒有 沒有 沒有補充 他覺得他這個 因為你一直要補充 他以為你要補充 柯文哲跟這個蔡英文見面 他覺得很滿意 這個很好 好 那這個新政府的兩岸政策路線 飽受這個爭議 海基會的董事長李大維 在接受媒體的專訪的時候說 賴的這個就職演說 北京方面一定會看這個 但是他認為賴會務實中道 然後非常謹慎的路線 來處理國安 兩岸 外交 但是李大維強調賴清德的訓練是有的 他不是一張白紙 那麼對賴也有信心 也有期待 可是現在兩岸就像斷了線的這個海底電台 北京會善待務實台獨工作者嗎 這個我們要問這個 問我嗎 問你 問我 你的手在那邊猶豫很害怕 在選人 好 我認為賴未來的總統賴準總統 他不但必須要好好的著重於兩岸關係 而且他必須要真的非常的務實 因為事實上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大家都有看到他其實是有報徵的 他並不如李大維所說的 他是如此的穩健 因為像是過去他曾經有發表過說 他希望用總統的身份 台灣總統的身份走進白宮 那甚至也有過去他 不管是這個所謂的台獨的這個 精深或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樣子的這個標籤一直牢牢的黏在他身上 那目前呢 兩岸關係的確是非常非常緊張 而且是在惡意螺旋當中 尤其是在這個金門事件之後 金門的這個三無的船翻覆之後 其實兩岸之間並沒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那當這個對岸的軍機一直在騷擾我們的領空 還有呢 他們說現在已經沒有這個什麼 進線制水域的時候 我們的不管是我們的官方 有沒有辦法來保護我們的漁民 保護我們的人民 保護我們的治權 現在看得出來兩岸的溝通是斷線的狀況 那未來還要放任這樣的狀況持續嗎 我要說的是其實在過去在處理這個金門事件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到台灣的官員像是管碧琳 他的說法一直反反覆覆 而且不斷的挑釁 這些東西其實都會讓兩岸之間的惡意螺旋上升 那我們是非常不樂見這樣的狀況 當然兩邊都必須要克制 但是賴準總統他到底有多少的這個政治智慧 能夠來處理能夠來回旋 然後用比較務實的態度去處理兩岸關係 而不要陷在過去這種意識形態當中 這個是我相信大家都對他有期待的 特別是現在的這些金門的漁民 他們其實現在要出海 其實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或者是這個心驚膽戰的 所以身為一個總統 他必須要保護他自己的人民 那不要再困在這個意識形態當中 當然我們希望正如李大維他所說的 可是在這個金門事件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在兩邊在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 對方是派民間的代表 而我們是派出的官方的代表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對話 那這樣子又有對等跟尊嚴嗎 我們還是希望台灣能夠在對等尊嚴 平等的狀況之下 去跟對岸進行會談 然後不要引發過多的衝突 不要像現在的管閉靈一樣 每次說的話反反覆覆 然後到雙邊都不能接受 離外不是人 好 謝謝這個志涵 那麼我曾經講過的金句 大家還回想一下 我那時候競選總統的時候 我有講過兩句話 不要懷疑台灣人民有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 但是大家也不要懷疑 中國大陸要收復台灣的這個決心 這兩句話 你就這兩句話中間遊走 你要看怎麼解決 看怎麼辦 那蘇惠遠 那李大維受訪的時候 兩岸關係已經透過所謂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的雙邊關係 最近中共兩會的工作報告中間就提到堅決反對外來的干涉 那正凸顯台海問題已經不是台灣跟中國之間的問題 而是國際間主要的民主國家所謂的相關關注 牽涉世界的經濟前景 還有航運安全 還有完整的供應鏈 最近因為金門事件所引發的一系列緊張 兩岸可能回到馬英九時代的外交修兵的關係嗎 我想兩岸關係變成國際間關注的議題 或者是國際間很多角力 是民進黨這八年有意識的作為 他到處一直去宣揚 我有事就是你有事 我有事就是你有事 我有事就是美國有事 我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我有台積電 我有事 全世界的晶片都有事 就希望說 對也不對 他的做法對也不對 對的地方是 當你引起更多國際的朋友的注意的時候 確實對岸在處理兩岸的問題 他就要投鼠忌器 有很多國家你給我看 這麼多國家在看著 這麼國家會提出聲援 他也要顧慮一下周圍 全世界國家的反應 但不對的就是 兩岸局勢就會很負面 很複雜化 就是美國要求我們買軍購 我們也要買 日本要求我們開放核食 我們也要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到處去請人幫忙 請你聲援我 請你讓我加入你的什麼什麼 所以他們有什麼要求 因為國際間都是很現實的 他不會憑著義氣 憑著喜歡你 就去幫你說話幫你幹嗎 一定都是好啊 你叫我幫你這個 我聲援你可以 你要給我什麼 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變成要 滿足很多國家的需求 甚至把台積電送出去 這些事也要做 所以兩岸關係 你把它變成全世界化 或是複雜化 有好也有壞 那我個人對於賴清德 當然我覺得他其實可以是一個 非常好的轉機點 轉機點 為什麼 因為過去如果是國民黨 或者是民眾黨 或是柯主席提出兩岸要友好交流 或是要溝通的話 都會被民進黨扣帽子或抹紅 聽說柯主席還被說是檳榔 我還一直想為什麼是檳榔 我想不通 外面是綠的 檳榔外面是綠的 裡面是白的 還加上紅花 因為我沒有吃過檳榔 我想了很久 人家跟我講說 因為薄薄會變紅 檳榔 叉莎包 西瓜 反正裡面都是紅的 他意思是這樣 所以就是 如果是台灣的其他人 主張兩岸要友好交流 都會被扣紅帽子 那如果台獨今孫 極獨的賴清德 他如果願意 為了台灣安全著想 願意去釋出善意的時候 總不會有人罵他了吧 國民黨不會罵 民眾黨也不會罵 他們民進黨自己也不忍罵 對不對 所以賴清德剛當總統 什麼叫領導人 領導人就是你要展現 你自己的影響力 而不是你被深慮綁架 當年陳水扁2000年剛當選的時候 他有找跨黨派的成員會面 然後進入他的小內閣 其實他本來有承諾 他要支持九二共識的 可是後來因為被深慮綁架 他又把這一段吞回去了 所以又造成兩岸關係 無法在民進黨的執政任內 有一些善意的展出 你想想看如果這個credit 是由民進黨所立下了兩岸的 這個善意的基礎 那中共不是很好嗎 如果連民進黨都願意去交流 事實上民進黨曾經有路線之爭 民進黨在2008年敗選之後 是有一段時間是路線之爭 有一拜的人是覺得說兩岸不能 永遠都是似敵非友 可以進行交流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到 民進黨有一些人有登陸 去訪問去尋根等等的 可是最終還是被他們自己 深慮綁架 國民黨不應該被深藍綁架 民進黨也不應該被深慮綁架 大家都應該要往中間去看 到底什麼是對台灣最好 所以賴清德有機會 做出歷史性的轉機 因為他是民進黨最毒的一個總統 好 這個淑慧講得好 釋緩則緣 如果跟中國大陸能夠 建立起交談的管道的話 賴總統你會被記上一筆 這個對台灣人民是有用的 好 韋翰 那個海基會董事長李大維 收訪的時候 他說跟夏立言 今年沒有聯絡跟互動 但只有政府才能夠解 有能力解決問題 判中國可以理解520之後 執政的新政府代表台灣的民意 那麼這句話的玄機是什麼 是跟對岸公開喊話嗎 你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玄之右玄的秘密就是沒有秘密 因為管道沒有通知能夠講 這種玄之右玄的話 李大維他是出身 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非常資深 而且他以前當外交部次長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外交部長是誰 胡志強啊 你看對不對 他是很成熟的這些 就是怎麼講 就是兩岸外交都非常鮮熟的技術官僚 但是他今年只能這樣講 他上節目跟大家說 就是放出一點期待 希望兩岸能對話 海基會跟海協會 這是兩岸的民間機構的代表 在馬英九十七已經進到了陸委會對國台辦 官方對口了 王玉琦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都還講王主委了 這沒辦法講哪一個委員會的主委而已 但是就是他不否認你的官方代表權嘛 但現在因為兩岸的關係壞 你要知道 這事情是要切開來看的 兩岸關係壞是現實 兩岸關係壞是因為民進黨堅持不要九六共識 但是兩岸關係壞 且不用九六共識的狀況之下 蔡英文 蔡英文 賴清德 民進黨贏了三次 這就是現實 你要了解這個現實 好 但是我要補一點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能對賴清德有些誤解 對不對 你看像他會錄影片給郭子前 對不對 他講得特別長 這個人其實也不是對不對 也是滿溫暖的一個人 賴清德這樣講 台獨的工作者是他自己講的 這個拋不掉 然後看起來是比蔡英文 比之前的任何一個總統都更獨 好像也是如此 但大家不要忘記 民進黨的總統 蔡英文他有講過親中兩個字嗎 沒有 但賴清德早就講過了 2017年他準備去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在台南市議會講說 我的政見叫做親中愛台 當然他的親中愛台意思 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台灣 就是那時候他沒有講中華民國 所以如果 我們很簡單的把這個結論跟大家講 如果520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 原本6月1號 去大陸的旅遊團的禁令 開始就不能去了 他突然把它解開了 中國大陸他感受到 就是說 怎麼他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多鷹派 反而就會把它視成是一個妥協 跟釋出善意 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他已經逼到這個 逼到這個懸崖邊了以後 他退回來一點你就覺得很安全 但其實他衝到那邊對不對 淑慧也是個想法嘛 所以他有很多的做法啦 包含這次金門事件到現在為止 這個講得大家又難過了 那兩位漁民的遺體還在金門 還在地檢署那邊 那如果你什麼時候趕快 尋得共事以後 也給府衛金 火化了或怎麼樣把遺體送回去的話 這也會視同是一個妥協 所以不要以為 賴清德總統他 因為在兩岸路線上面 是完全不認為有統一的選項了 可不代表他不能好好跟對岸談 所以我是覺得狀況是這樣 那以現在目前兩岸的方向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要 下立言 他去中國大陸是為了台商 不要害怕被知道 他有上網節目受過訪問嘛 所以每次只要被抹紅的時候 你要勇敢的面對這些抹紅 這樣沒有我是為了台灣 我不是要去那邊當中國大陸的世函 所以國民黨要多講一點台灣 民進黨要多講一點中華民國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讓台灣有更大的共識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民眾黨在啊 民眾黨就是既講中華民國又講台灣了 對不對 沒錯吧 讚榮小姐姐 以上就是這樣 台灣有藍綠白 大家不用每天吵 每一次選舉都可以選你想要選的人 所以要好好表現 不要以為這一次贏 下一次就一定贏 不要以為現在輸以後會一直輸 好 謝謝韋翰 我們這個節目完全就是按照網友 或者是收看的觀眾朋友而做的 想到什麼問題 台灣如何 何去何從 跟中國大陸如何能夠和睦相處 最最最大的限度就是不要戰爭 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不要戰爭 這是我們最低的要求了 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得懂 我們節目的用意 好 那最後Chris 幫我們這個節目宣傳一下 好 相當大叔 先有自己專屬的YT頻道囉 再麻煩大家幫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晚上9點 也會有完整支部版的上限 記得收看喔 謝謝大家 我們下週再見 好 記得 這個我們幫我們訂閱按讚 訂閱小鈴鐺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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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要訂閱就對了 好不好 不是看完就轉台了 好不好 幫我們這個訂閱一下 好不好 按下小鈴鐺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四準時 再收看我們的鄉民大學 謝謝 謝謝我們淑慧 謝謝我們的陳志涵 還有韋翰 還有四位大學生Chris 這個 Cherry 小魚沙拉 小魚沙拉 小魚沙拉